各位 時日金句又來了 今天的金句 時日金句是什麼呢 好厲害 就是 永遠有一個做好人 一個做壞人 這句話是誰說的呢 好厲害 這個大國手 老寵物 這個寵物講的 寵物小精靈講 Pokemon 真是這個 這個不是Pokemon 真是厲害了 久不久就會跟這個 李家昭 有爭吵 甚至乎隔來隔去開拖的 醫衛局局局長 醫務衛生局局局長 勞寵物 勞寵物 教授以前是做深圳 港大醫院的院長 真是 肝臟大國手 不過他人沒什麼心肝 肝臟大俗手 專門割走心肝 可能就是這樣 勞寵物呢 最近接受這個 香港零七 不是不是 香港零一 這個網媒的專訪 壓於殯害 大地院線大老闆 這個 大外宣 香港大外宣 的專訪 回應他跟李家昭 的關係的時候 就說了剛才我開場的說話 永遠有一個做好人 一個做壞人 就是這樣 還有下文 只要看他原文 那個影片 他就說 永遠有一個做好人 有一個做壞人 就是 好像家庭裏面的父母 那樣 乾兆良性 講這些 不過這段短短的說話 首先 看到什麼呢 看到 他也好 奴寵物自己也好 李家昭 他心目中的李家昭也好 什麼都好 整個李家昭班子 其實全部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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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政治演員 這個好聽說法 應該是叫政治棄子 正所謂表子無情 棄子無義 你做得棄子 做了政治棄子 都是無情無義的了 就是這樣 終於承認了 鬼炮尾枕了 第二 亦都是承認 這個奴寵物自己承認了是壞人 永遠有一個做好人 有一個做壞人 就是我做壞人 沒辦法 意思是這樣 沒辦法 我要做壞人 我上司 我背了他 就是那個意思 但是你也承認了自己是壞人 壞人 奴壞人 是不是 奴醜人 什麼都好 唉 唉 就是這樣 所以這句話挺重要 接下來 這個問題是什麼 大家要拆解 那 在奴寵物的口裏 心裏 什麼都好 李渣椒 就是經常有爭招的 他的上司 李渣椒 律手 那 究竟是 他說 好像家庭裏面的父母 那究竟李渣椒呢 是你老爸 就是扮演你老爸 就是扮演你老母 這個是問題要解決的 是不是 就是以奴寵物 那個串個碼頭姑娘的性格 是不是 那麼 再順口一點說 李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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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似乎是你老母 會順口一點 還有 似乎是奴寵物 想的東西 你老母 李渣椒 你老母 就是那種 唉 真的 李渣椒 肯定是 在夏寶龍 就是港澳辦主任 甚至乎 在這個 鄭雁雄 就是中聯辦主任 當然在大大眼中更加是 是小李 小李子 所以 李渣椒 扮演你老母 全名 好像日本 日文名 就叫小李老母 唉 這個值得奴寵物 一定是最 奴寵物 一定是最想說的話 小李老母 就是那種 But But 最準確 最準確的說法 笨不是什麼 永遠有一個做好人 一個做壞人 笨不是這樣 實情呢 尤其是在香港人的心目中 在大部分香港人的心目中 這句說話應該改成什麼呢 尤其是奴寵物 這樣說出來呢 永遠是 應該是 永遠有一個做壞人 一個做更壞的人 一個做更壞的人 這樣才對 這樣才符合 習大大 新時代的 新常態 你說 對吧 總之記住 在這個特衰政府 在這個 新時代的 新香港的情況下 永遠有一個做壞人 有一個做更壞的人 來看 我聽說 没没有